表面上看啊 这两个是下刀 这两个是上刀 下刀呢 输入线以后 没有什么任何技术团面 关键点是上刀 上刀 进度在哪里 客户没有图纸的 只有样点给你 你要不但的要测试 测试到网口 然后我们还要一次一次的 不断的试验 然后最终确定 产品网口的尺寸 才能定位 整体一米六三长度 看在外表 是看得出来的 其实这个刀具 要求很高的 特别是在 垂直度跟直线度 有严格的要求 大网口 直线度 说的性化 相差一点也无所谓 精度 高在哪里 就是小微孔王 啊 这个小微孔王的精度 是相当困难的 你看这个尺 就这么一点点 它下去 相差几个尺 它出的产品 网口实际 就不一样了 而且 尺的网口又比较密 相差一四两三四的话 你几个多少个网口 一出费的话 这个产品就不对了 因为人家是 在硬着宽图 保持了多少个网口 才能算上最重的成事 这是我们 这个刀具 就是 汽车 汽车喇喇喇喇喇喇 到底 要求很高的 目前 从一米六三的 从一米六的那个 汽车喇喇喇 我估计国内啊 还没有哪家能做得好 我们这次一次 创新的突破 啊 意味着这个设备 也比较好 所以要买到好的设备 然后配上我们好的好的刀片 配上我们进步高的刀片 这样的产品 做的就是 绝对就是完美 啊 进步我们跟客户的多次沟通 最终确定了这个网口实际 啊 才是正确 最合理的 他刀具 关键点 关键亮点 在那里 就到他的折心度 尺区的中心 那个中心区 尺区的位置 非常感觉 你看看 尺很很浅的 一下去几个尸 他冲上的网口实际就不一样了 就很灭的啊 很灭的 下去两三个尸 他除了网口实际 形状就发生改变了 所以说 对设备的精度 刀具的精度 要非常严格的要求 啊 我们在这个领域 已经做了很多年了 现在在这个行业领域 在刚刚往哪里 说说我们情号招具啊 虚了说贵了一点点 没费的毛病 自动网的就六接网啊 这六接网也是常见的 十句啊 你看看 精度方便 光节度方便 都绝对的 OK 只要世界上刚打网的小微虫刀具 找情号 由于你是正确的选择 啊 公内行业做刀具行业 没有说第二 只有说秋老第一 嗯 啊 啊 啊